我们在介绍包器的最后一个包器叫中心力 它是一个不是有磨构成的非磨状包器 那我们所介绍的非磨状包器只有两个 一个是今天要讲的中心力 另外一个是之前讲的核糖体 这两个构造当然功能不同 成本也不同 核糖体呢 功能叫制造蛋白质 它的成分是由大小吃单位组成 其中大小吃单位都包含了RNA与蛋白质 但中心力就相对单纯多了 它全是蛋白质构成的 它的构成模式是这样 有一群蛋白质叫尾管蛋白 尾管蛋白会组装成很细的管子 就叫尾管 那尾管其中每三根尾管连在一起 这个构造就像三个吸管连在一起 我们叫它三连尾管 这就是个三连尾管 那如果有可爱的说法 我用蛋白质形成小管子叫尾管 小管子再拼成小板子 这小板子共九组 我给它九组 这九组拿去围出一个大管子 好 其中这是一组三连尾管 这是另外一组 这是第三组 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总共九个三连尾管再绕一圈 好 那就是由蛋白质先形成小管管 小管管形成小板板 小板板围成大管管 大管管由两个互相垂直 就形成这个构造叫中心粒 所以我们现在由大回到小 中心粒是由两个短筒状结构过程 而每个短筒状结构都是由九个三连尾管 维一圈形成的 而每个三连尾管是由三个尾管过程的 而每个尾管都是由尾管蛋白所构成的 所以整个中心粒就是由蛋白质所构成的结构 好 我们先介绍这叫中心粒 好 介绍完之后 我们回到当时发现整个细胞结构的那个时候 当时的显微性倍率不是很大 所以当我们在观察细胞分裂的时候 发现 哇 染色体浓缩成棒棒状 据缩成短杆状 可是好奇怪哦 这个细胞的中间这个区域 怎么有一区颜色颜色比较深 我现在全部把它涂白 但事实上在显微性下不是白哦 是颜色比较深 白白的 哇 这一区颜色好白哦 好白好白就这一区模糊糊糊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看不清楚 因为当时显微性倍率也不是很大 解析度也不够大 好 你看这个构造 是不是有点像是你们现在所知道的橄榄球 两边尖尖中间胖胖 但当时可以看到这个结构 他说 哎 这好像纺织机中的纺锤 纺锤也是中间胖胖两边尖尖的 所以他称这个构造叫做纺锤体 先说 哎 好像纺锤哦 这个构造叫纺锤体 然后对他那也不清楚 不知道是什么 也是模糊的 纺锤体 后来越开越仔细发现 纺锤体有很多丝 它是因为很多丝 所以颜色才比较深 这些丝就叫做纺锤丝了 是不是很合理 先发现纺锤体这个纺锤状的结构 后来发现纺锤体其实是很多细丝 所堆叠而成 当然就叫它纺锤丝 好 那纺锤丝结束之后呢 各位家又发现另外一件事 如果今天你不要看中间 你只看边边 只看这个区域 是不是很像星星在发光 哇 这个星星好亮哦 有四散的光芒线 好 这个构造叫做 星状体 中间叫纺锤体 旁边叫星状体 但不论是纺锤体里面的细丝 还是星芒体旁边 这些星状体旁边的细丝 全部都是纺锤丝 先写好 这些构造我们现在全部都叫 纺锤丝了 好的 那从这些构造也发现 哎 纺锤丝似乎是从这个地方发展出来的 就会注意到 哎 这边有个构造 这个构造我们就是今天的主角 好 那最后再补充一点 不论是在中间的纺锤丝 还是在旁边的纺锤丝 只要是纺锤丝 你把它放大来看 它也是个细细的管子 纺锤丝就是一根尾管 所以这些构造都是尾管大白所形成的尾管所构成的 尾管构成纺锤丝 纺锤丝组装成纺锤体 纺锤丝也是星状体旁边的光芒 而纺锤丝也构成了中芯丝 而又下降了中芯丝 好 现在呢 我们就了解一下 当时论了一下观察师的命名 什么叫纺锤丝 什么叫纺锤丝 什么叫星状体 好 再把它擦掉 那克里加发现说这些丝 哎 好像从这边发出来 那这些是什么鬼啊 好 来来来来 中间这两个互相垂直的短柱状结构 叫做中芯丝 没问题 我们刚刚说过了 但是如果加上旁边 旁边有所谓的 浓稠的细胞质 浓稠的细胞质在旁边 这整个呢 叫做中芯丝 好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描述 中芯丝包含核心的中芯丝 及周围的浓稠细胞质 合成中芯丝 而所谓的绑锤丝 都是由浓稠的细胞质这长出来的 与中芯丝没有关系 都是从浓稠的细胞质长出来的 好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中芯丝内有中芯丝 周围的浓稠细胞质会生长出绑锤丝 去堆叠成绑锤体 或是形成光芒状的四散构造 让这个中芯体好像星星在发光 称为星状体 就这样命名了 好的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构造 它在这里 它跟中芯体的形成有关 好 那到底中芯丝有什么功能呢 目前知道 它中芯丝旁边的浓稠细胞质 会形成绑锤体 是旁边的浓稠细胞质 但中芯体本身呢主要是跟下面这两个功能有关 如果这个细胞要长出边毛或纤毛 它必须要有中芯体 是由中芯体向外去延伸出边毛与纤毛的 好 所以中芯体最重要的功能 形成边毛与纤毛 这里说中芯体讲完了 最后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 在世界上的事实 这个事实叫做 我们科学家发现 生物们都有中芯体 但是高等植物 却没有中芯体 那它长什么样子 我画给大家看 它一样会长出纺锤丝 它一样会有染色体 它一样会有纺锤体 它一样有心状体 那跟这个图哪里不一样呢 就是浓稠细胞质的中央 没有中芯体的 只有浓稠细胞质 所以我就把这边涂掉 就这样 它只剩两边两区浓稠细胞质 各自发出纺锤丝 形成纺锤体 或是心状体 可是它就没有中芯 没有中芯的中芯力 好了 高等植物没有中芯力 这是个现象 各位要知道 但我今天要跟大家解释 这句话有什么好论述的呢 高等植物没有中芯力 这句话延伸出两个问题 第一 什么是高等植物 第二 为什么他们可以不要有中芯力 你知道你们以前还有学姐 看到这边就问我 老师你看 高等植物没有中芯力 我们动物有 代表我们动物比较低等 不是这样看低 不是这样看的 我们来解释一下 高等植物是什么 就要回到国中 国中说植物界 分为四个主要的植物类型 一个叫显胎植物 再来是蕨类植物 再来是罗子植物 再演化到最后面是被子植物 又叫开花植物 其中前两个显胎跟蕨类是低等植物 而罗子植物与被子植物 罗子与被子 就是高等植物 这两个是高等植物 为什么 他们是高等植物 因为这两种植物 演化出花粉管 所以他的精细胞不用靠水做媒介 让他用花粉管把精细胞送到卵那边受精 他就不需要水做媒介 就可以完全入生 生活在干旱的陆地环境 可是显胎跟蕨类还是靠精子游泳 所以显胎跟蕨类生活的环境 必须要潮湿多水 下雨时有水 他的精子才能游泳去找到卵 如果没有下雨或干旱 我就没办法受精了 所以罗子与被子 脱离了水的依赖 而完全入生被叫做高等植物 他们演化出花粉管以及种子 因为有种子可以度过恶劣的干旱环境 所以这些叫做种子植物 种子植物演化出花粉管 也演化出种子 让他们成为高等植物 好那这是解释到这里 那还没解释第二个问题 高等植物是这些植物 他们没有中心力 为什么他们可以不要有中心力 因为中心力的功能是与编毛与蕨毛的形成有关 高等植物不需要编毛也不需要蕨毛 所以他们的中心力可以不要退化掉 只留下浓稠的细胞质就可以 真的我们刚才讲 高等植物的精子退坏掉 没有编毛叫做精细胞 那精子没有编毛 它就变成精细胞 由花粉管运输到卵那里 那整个植物 哪里还需要编毛或蕨毛 就不需要了 这整个植物 裸子植物被子植物 不需要编毛与蕨毛 中心力就退坏掉了 好那回到我们人类 我们动物为什么还要有中心力 因为我们要产生编毛与蕨毛 虽然女生不会 男生精子有编毛 但是蕨毛就大家都有了 气管的蕨毛推动了粘液形成痰 酥乱管的蕨毛推动了软的移动 所以动物还需要编毛或蕨毛 所以中心力不能丢 那高等植物不需要编毛与蕨毛者 中心力就可以退坏掉 那我们就解释一下 为何高等植物没有中心力 这样子的事实 以及补充说明什么叫高等植物 裸子植物与背等植物 引化出种子 引化出花粉管 完全陆地生火了 脱离水了 好 中心力讲到这里